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,75岁杨星老父骑电动车外出,突感晕眩不舒服,但他听到警方说要通报救护车到场,立刻拒绝,因为担心付不起医药费,在原警劝说下,救护员到场为他量血压,虽无明显问题,但仍送医进行详细检查。 26日上午约9点40分,老父骑电动车经过高雄市左营区皮载头市场猛肉松垫铺时,老板看到他表情痛苦,骑车又摇摇晃晃,好像快昏倒,立刻拦住老父,让他坐在椅子休息,并通报警方协助。 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副所长蔡泰雄与警员着配陈获报道场,老父却说没事,想要回家,但因他虚弱的无法站立,原警通报消防局派救护车到场,不料,老父一听到救护车,赶紧拒绝,原来他担心付不出医药费用,不断强调访家吃药休息即可。 原警告知老父,救护员帮他量血压等检查,不需要任何费用,他才比较平静,虽然救护员确认老父无外伤,血压血糖也无特别异状,但他仍非常痛苦,却又不愿原警跟家人联系,坚持自行返家。 最后在原警急救护员劝说下,老父同意到医院接受详细检查,电动车则由原警协助送回。